香港首富李嘉誠第二兒子李澤佳 在金融界以收購、重整、出售套現文明 其中以近零成本獲數碼港發展權 借學得信佳以至蛇吞象拼救香港電訊更成為佳話 但原來這位神奇小子對政治易感興趣 可惜卻頻頻失利 連超人都難救 李澤佳除了好似一般商人作政治捐獻外 亦曾經一度走到台前 希望在政黨整合中扮演重要角色 2007年8月 民建聯前主席馬力在廣州病逝 其港島區立法會議席在同年12月2日補選 當時泛民主派民望欠佳 要從民建聯手中搶奪議席 非要重量級人馬出選不可 泛民陣營都認同 若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願意出馬 勝算極高 但據報多名民主派大佬 包括李柱銘遊說 陳太始終不為所動 及至李澤佳親自遊說 陳太10日內態度出現180度轉變 最後願意出馬 並贏得議席 陳太當年與李澤佳會面後決定參選 史全是因為小小超拍心口包起所有經費 甚至包括他有份鼓吹的民主黨公民黨合併的財政來源 李澤佳在商界人脈廣 令養尊儲優的陳太信心大增 可見李澤佳在泛民陣營具一定影響力 李澤佳對政治的投入 或者與他早年取得數碼港發展權有關 令他明白要做大財政策實力不可或缺 小小超為了數碼港這個大project 1997年曾向政府官員 包括時任資訊科技及廣播稿局長曠奇志遊說 但不得要領 最後他趁前特首董建華 1999年2月出訪以色列時同行 在3日之內極力遊說董建華 接立他將香港發展成比美矽谷的方案 結果港府在地價上也不再強硬 消除數碼港發展的重要障礙 李澤佳旗下公司也重用重量級政治人物 好像前報政司霍德 就擔任電信營科非執董 他2008年12月30日 主持電影《私有化股東特別大會》 據壓長力 不過李澤佳近期在政壇下注欠準確度 5月8日 尖沙咀188一公館舉行開幕儀式 當時蓬佗大雨 但沒有了小小超 和主力嘉賓林鄭月娥談笑風生 但一個多月前的3月27日 同系開幕儀式 這次是超人李嘉誠的心血慈山寺 當日風和日麗 但氣氛尷尬 因當時林鄭未有給面超人之妖 同同是主力嘉賓的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握手 外界將超點放在林鄭和王志民是否不和 但未察覺林鄭當時未有給面超人 是反映她和超人關係麻麻 而林鄭對李嘉誠父子的態度有別 源於一年多前的特首選戰 小小超早以公開表態支持林鄭 但超人未有如當年支持唐英年那樣支持林鄭 直至2017年3月底 林鄭投票前夕 超人先以《雷窩暴天》表態 但追問下她加了一句 古代神話是《雷窩暴天》 不可改作《南窩暴天》 此話被指暗封支持林鄭是別無選擇 如果故事到1881公館開幕就停下來 小小超似乎比老虎有政治頭腦 但有誰猜到《逃犯條例》修訂風波 會令林鄭一鋪清袋 那就反映姜是越老越辣 超人遠見確勝兒子